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問各位喝甚麼茶 葡萊燻水 蝦餃燒賣 黃婆婆 我們在這裡 黃婆婆 我們很久沒見了 還以為你移民了 只是搬了屋子 不就是附近這個長者友善社區 長者友善社區 有甚麼好 和我們現在住的有甚麼分別 當然比以前那個區好 雖然我以前住的那個都是住宅區 戶外的環境和社區設施 根本就不適合長者 我去年就是因為走廊沒有防滑的設施而跌倒 足足看了整個月的醫生才不用怪張行路 是呀 而且四周圍都有樓級 我都有幾次差點因為地板有積水而跌倒 現在這個長者友善社區就沒有這個問題 整個社區的通道都加了防滑的設施 還闊了 就算有人用作氣走路 其他人都不用避離避去啦 聽起來挺好啊 現在的通道太窄啦 我和我的白夜公出去那時候 都是因為要用輪椅 才遇到其他人覺得很不好意思 那區裡面有沒有公園的 我最喜歡就是在公園裡 跟別人捉帳棋的了 但是現在的公園都沒有適合休息的地方 設施也不足夠 完全不用擔心 公園是為長者而設計的 不單止將大部分的樓梯 及轉左位而行的斜路 還比其他公園多了些休息地方 好像有啞傘頭的長凳那樣 還有給各位對翼的旗盤和凳 是否真的 那我就可以和我的白夜公去公園啦 他經常都擔心要用輪椅上落太麻煩 才不去公園 現在他就沒有藉口不來看我捉帳棋啦 聽起來好像整個社區都是為我們長者而設 但是我擔心長者友善社區裡面 是不是好像住宅區一樣只有自動歸原機 我每次都不懂得用的 放心啦 區裡面有主要雲行的分行 每間分行都設有長者友善服務的櫃台 我們就不用再和那些年輕人爭啦 黃婆婆 之前聽你說 在家去商場要過一條很長很長的馬路 錄燈的時候又很短喔 每次過馬路都很危險的喔 現在不用了 長者友善社區有足夠的過馬路措施 時間很充足 有些路還像萬元天橋 上落天橋 斜坡 或者升降機 很方便的 黃婆婆 你說得這個長者友善社區那麼完美 那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去參觀一下呢 日日不如盡日 不如就今日啦 好啊 我們都可以買單 是的 好啊 可以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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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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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